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的往前开 其实我们刚刚是说要去一三一四 可是又没有目的的往前开 我们漫无目的的开着开着 终于到了一三一四观景台 这边弯过来 今天灰蒙蒙的一片 可是可以感受到这里是真的很漂亮的地方 因为这边很高 我决定在等半小时 看有没有机会出井 雨好像慢慢停了 先喝口红茶 那么浓 没有喝一点肉的真的不行 还好有准备了红茶 这个就是拍风景的实况 因为其实常常遇到这种状况 有时候一个点我们可能去了三四次才有拍成 那我决定觉得 现在是雾蒙蒙的 刚开上来已经不容易了 但 我还决定在等等开 因为我觉得刚刚雾有点散掉 如果有机会的话 拍到这个雨下晚那个云雾 流浪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不错 那我决定在等个半小时 希望姐能够成功 有没有看到那边有一圈的圆 在一个洞窟里面 等一下用那个相机来拍一下 哇 好漂亮喔 哇 哇 雨停了 云渐渐的上去 茶园 他穿梭在云雾之间 哇 真的 很有一番风味呢 这里有竹林 竹林的一个走道 那如果说想要走一走的 也可以走下来 很漂亮 这里是那个 一山仪是他们这边的一个爱情塔 也是那个网红拍照的景点 三等三角点 海拔一山一一 它这里也算是一个爬山的点 但是因为现在已经开发成观光区 这里有寄部的人 可以那个寄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这颗爱心 我也是 这边是一山仪是的观景台 刚刚下雨就是躲在这 还不错啦 车位有点少 但是真的很漂亮 这里就是瑞丰一山仪是观景台的制高点 从这边看的话就是360度非常的漂亮 像今天有出景啊就非常的美 我本来要去泰心沿湖道 但是那时候下了很大雨 然后我就一直顺势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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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那这是我没有预计当中的 然后知道这边有一个一山一四 然后就顺顺顺顺顺顺就一直开过来 想说已经下这么大雨 也没抱什么期望 然后就一直这样开过来 那从我出发的地方到这大概是三个小时的时间 那一来也是下大雨 那我想说等一下好了 然后这边本来有很多公安客 跟我们一起在这边 后来因为雨下大了 所以大家都陆续走 就直下了 塞啊我们在这里拍 但是我就想说等等等等 那在这里喝个喝个热红茶这样 结果没有想到要走的时候 居然雨停了 然后看到那个博物啊 他在那个山跟茶园那边飘来飘起 真的是超漂亮的 我真的觉得他心仪当时只有我 我们就赶快就把它拍了一轮 真是太幸运了 那现在呢 那那个云海呢又渐渐的散去了 等于是说我在这里三个小时的时间啊 每十分钟都有不一样的景象 大自然就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它 然后就是 有就是有 没有就是当车出来欣赏风景这样 那今天真的是觉得很幸运 那也是觉得真的太美了 因为以前我从来没有发现过这边 那最非常推荐大家来 因为这边的话 360度都是很漂亮的环境 那就是希望大家来说也可以跟我一样幸运 那现在有另外一批的游客有上来 跟刚才不同的哦 我觉得就跟我们人生的一样 人会进进出出 来拍风景也是一样 就是进进出出啊 那就这样了 那请大家欣赏一下 现在就是云海上去 然后它整个清晰的茶椅的景 真的也很像童话故事呢 真的也不差 你看 真的整个清晰的感觉 这也很美哦 这也很美 谢谢大家 你不要再来拍摄 这个清晰的感觉 这个清晰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有点准备 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不想念 有点准备 我感觉 有点准备 有点准备 我感觉 这也不想念 我感觉 你不想念 你不想念 我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